1125集 林宇见状不由有些意外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这么特殊的待遇啊 不过随后他就想通了 这指定是韩冰或者是水东围 元赫招呼他们做的 所以这卫兵能通过徽章认出他嘞 那后面的车也都是我朋友 林宇指了指后面何锦奇他们 哦我知道你们可以一起通过 卫兵急忙点点头 同时冲林宇后面的何锦奇等人招招手 示意他们跟上 我靠锦奇你这二哥也太牛了吧 表哥坐在车里看到这一幕又惊又兴奋啊 他实在没有想到林宇竟然有如此大能量 竟然能够在这种地方插军车的对 而且还是逆行 那是 这算啥 正常操作 何锦奇装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但是内心确实也惊诧无比啊 二哥不是被军情处给开除了吗 而且还跟那个老元闹得很不好 这咋还能有如此礼遇啊 林宇他们通过左侧车道逆行穿过哨卡之后 静止往里驶去 行驶了大概有一公里左右 又碰到了一个安检哨卡 这次哨卡的卫兵没有给林宇他们开绿灯 逐个在他们身上和车上仔细地检查起来 因为上头吩咐过 这次活动事关重大 不管是谁来都要做详细检查 检查过后 哨卡的卫兵又让他们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 那大致的意思就是 今天看到的开幕式都不能往外说 否则将会被送到军事法庭上 保密协议签署过后 林宇他们便直接朝着军事基地大门驶去 整个基地大门防守森严无比 路中间横放着数个缠满铁丝的三角形巨马 门口两侧道路上射着一排哨卡 每处哨卡都配有两个核枪实弹的士兵 而且其中一个士兵手中还牵着一个剑朔的军犬 蹲在地上吐着星红的舌头 露着森白的牙齿 见到车辆之后他们都会低声地叫上几声 我靠 这也太牛了 何锦奇他们看到这一幕之后振奋不已啊 里面估计更牛 表哥也是兴奋异常 双眼不由有些放光 虽然林雨他们先前已经被盘查过两次了 但是到基地大门口之后仍旧被门口一个牵着军犬的士兵给拦下 冲他们利落地进了个礼 要求他们再次出示证件 不用搜查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 此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就见身着一身黑色特战服的韩冰 脚步利落地走了过来 士兵看到是韩冰之后面色微微一变 立马尽了个礼 是 长官 说着他便立马朝着哨卡处其他的卫兵打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把巨马挪开 让出道路 哇 我去 还有女长官呢 还是这么漂亮的女长官 表哥他们探头看到韩冰后兴奋不已 眼中光亮闪动 尤其是看到这个女人高条匀称的身材 配着一身黑色的特战服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让黑镜矿等人不由浮想翩翩 忍不住吞咽口水 韩冰似是注意到了他们这些人的目光 转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黑镜矿等人不由被韩冰这个眼神吓得一颤 毕竟人家这种出生入死的军人身上 是有那种气势的 不是他们这些富家子弟所能抵抗的 随后韩冰朝着林宇的车子走过去 劳烦韩大长官亲自来接我啊 实在是受宠若惊啊 林宇看到韩冰之后探出车窗笑着说道 行了别假惺惺的了 跟着我的车 韩冰冲他笑笑 接着走到旁边一辆黑色哈雷摩托跟前 抬腿上车 驾驶着轰鸣的摩托朝着基地大门驶了过去 林宇他们赶紧跟上 基地的大门足足有十多米宽 能同时容纳多辆车进出 围墙也足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每处围墙 拐角处建有专门的撩望塔 撩望塔里面都坐镇着 扛着狙击枪的狙击手 和身背步枪的卫兵 正满脸戒备地扫射着四周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基地大门一进去 就是一个小的广场 广场上竖着一根挺拔耸立的旗杆 蓝天白云之下 鲜艳的红旗迎风招战 烈烈作响 广场两侧宣传栏写着 紧贴实战突出对抗 从严从南科技兴训 这些个豪迈的标语 广场上一众士兵正穿着迷彩服 昂首挺胸走着 皮鞋踏在地上啪啪作响 高喊着一二 何锦奇和表哥他们看到此情此景之后 不由心中激荡 自豪油然而生 为军营的壮阔 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当年 我要是听我二叔的话 来部队当兵就好了 何锦奇忍不住摇头叹息 颇有些遗憾 悔恨当初没听他二叔的话 成天就知道泡八呀泡妹 挥霍了青春 如今他已经不想再当这个顽固子弟了 可惜他却没有机会了 可不是吗 当兵真帅啊 我当年也差点就来当兵了 表哥也是忍不住感慨 小广场后面建有一片 数层高的办公楼 宿舍楼 以及食堂 寒冰便直接带着他们绕过了小广场 转到了办公楼后面 到达了这处军事基地的主训练场 只见诺大的训练场一望无际 规划分明 西面东面是一排排大型车库 车库里挺有大型的军用装甲车 坦克炮车等等作战车辆 同时西北面是一处小型的机场 机场上陈列着一架架气势 壮阔的新型战斗机 东北面是一处特战训练场 场上设施因有尽有 表哥他们几个人 还是头一次见到 如此壮阔的军事基地 不由哇地惊叫出声 满脸兴奋四下望着 因为他们在家里 长辈都是职能单位里面做文职的 所以他们很少来这种军事基地 此时看到战斗机坦克 以及装甲车 他们难免激动不已 相比较他们 何锦奇可是要镇定多了 因为他二叔的原因 他从小也没少出入过这种场地 不过这么大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就连密尔这样一个小女生 看到如此壮阔的景象 也不由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林宇扫了一眼平坦壮阔的训练场 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异样 观察四周一眼 接着将目光聚向了训练场的南侧 只见训练场南侧建有一处 可容纳数千人的主席台 主席台上已经拉满了 不少颜色鲜艳的欢迎标语 主席台前面是一片 占地面积极大的泥土空地 此时空地上已经用钢筋和彩带 隔出了十多处直径六米的小型区域 看起来应该是各国选手用来鄙视的场地 而主席台前面已经簇拥了一粗粗人群 身穿着各种各样的军律制服 肤色发色也各有不同 各个国家的都有 应该是来参加交流会的 二十多个特殊机构的成员们 本集结束了 Bye